我是港女 我都是港女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港女 港女應該要舉給甚麼條件 就是甚麼都敢說 吞吞吐吐怕怕醜 就不是港女 沒錯 就是講男人聽不懂 女人有共鳴的事 那就是港女 我是港女 有我Yanis 有我高妹 每個月隔個星期五 就會跟大家一起 廣東廣西 哈哈哈 一無情人 嗨 你好嗎 我是程智晟 你不是在聽香港電台 你在聽的是234頻道 對了 你吃了甚麼 吃了豆腐火腩飯嗎 好嗎 好嗎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回來 有台火 對呀 有台火回來了 無論是戲劇 舞蹈 音樂 任何藝術界別 總之你有火 你對藝術有火 你對舞台有火 都歡迎你來有台火 大家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亦都歡迎你聽有台火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今天有台火 有一班新朋友來了 他們分別是 我聽到他的名字 我一聽到他的名字 我又覺得 是不是這個名字 是開玩笑的 然後 看了他們的FAN PAGE 明白了這個意思之後 我又發現他們的名字很有意思 今天 我有台火 第一個 跟大家介紹的演出 就是 一次製作的演出 就是 十日遊記 對 今天有三位 有三位朋友來了 他們分別是 阿潘 奧雲 Vivian 三位是 第一次製作 其實咪充前也說過 我一聽到 就是一次製作 就是一次 一次製作 一次就 那一次就 那不是的 對啊 第二次製作就是 第二次製作 或者是第二次製作 第二次製作 其實 一聽到一次製作 我們看了你的簡介之後 我發覺真的很有儀式 每一樣東西都是一次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一次 舞台也是一樣的 舞台跟其他媒體不同 你播放幾次 但你做多一次就是一次 一個很當下的感覺 其實產生很當下 因為我們一班人 都是在大學劇社時認識的 認識了很多年 都差不多有些有十年 去到時候 我們很流行的 有些老鬼 有些show 十年什麼什麼 想想十年應該做些什麼 經常都很期待 什麼時候有show 經常都在我們吃飯 既然你在等 不如自己試試 自己開個劇團 自己去做一個製作 看看整件事是怎樣 想名字的時候 想什麼名字好呢 第一次就想到 不如你如果整天都覺得 下次可以好些 下次有想到什麼的時候 不如就叫做一次製作 你當作是最後一次的話 我們盡量令到這件事 用了團火去做它 正如剛才Garry說 劇場上很多事情都是日遲 今天和明天那一場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想法去做 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 當然你只這樣聽 當然你開玩笑的說 只是你做一次 只是用完即棄 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的生活 或者在舞台上 我們的表演就是一次 就是一次 因為下次就是下次 其實也是一種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經常都說了很久 想了很久 為什麼不會走出第一步 去做這一次呢 當然決定做了 有這個一次就是它誕生 誕生之後就不是終結 誕生的開始 當然就開始要有劇本的創作 因為這次其實 這個《十日遊記》 除了《十日遊記》的故事之外 還有另一個故事 當然就要有創作 你們都是做一些原創的故事 其實這次演出的故事 是為了這次創作 還是說之前已經是 在這個籠底有壓箱寶 其實這個創作 剛才《十日遊記》的一件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其他劇本的底 在想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火花出現 都可以交給你一套 《失魂應領》 《失魂應領》 《十日遊記》的編劇 是的 《十日遊記》 《十日遊記》 《十日遊記》的編劇 其實我們本身的原意 其實兩個故事 都是我和阿尖兩位 都有聊過很多 無數過夜晚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實行出來 其實我自己 《失魂應領》的故事 其實本身都是阿尖的概念 不過我就想趁這個機會 不如試試用我的角度去寫 不如試試我演繹你的故事 拿出來試試做 看看會怎樣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 只不過是不長的 大概十多至十分鐘左右的劇目 就是《失魂應領》 這個劇目其實主要是說 兩兄弟的故事 兩兄弟的故事 中間穿插了一些靈異元素 因為這個故事是說 其實哥哥已經過世 但他很關心弟弟的生活 所以他就上了這個弟弟身邊的人的身 看看這個弟弟的故事 剛才阿尖跟我說這個故事 我覺得很吸引 所以我就 我用我的角度去寫 寫了一些比較靈異 就沒有那麼親情 對 他給我告訴我 就很親情 那我就說 整個做怪 十多分鐘玩一下 我寫了一些靈媒出來 整個事情好像 好像鬼馬六 希望你不要介意 很精彩 這個戲 所以就有了《失魂應領》這個劇目 《十日遊記》 就可以給阿尖說了 《十日遊記》是關於一個寄信的故事 因為在寫了劇目的時間 寫了劇本之前 我們都想 其實現在的人開始有很多途徑 比如WhatsApp Facebook 距離好像很近 我們經常都看到朋友的動態 去了哪裡 去旅行 但是寫信這件事 又好像越來越少了 其實有些距離 寫信和Facebook 其他途徑 因為你沒有照片 可能又沒有聲音 但是透過一些很簡單的文字 你又會閱讀到對方的想法是怎樣的 那我們就拿這樣的途徑去做一個故事出來 《十日遊記》是關於多一些愛情的東西 關於一些去旅行的東西 因為都是一些我自己或者一些朋友的經歷 就是關於一些感情的事之後 可能你會透過一些旅行去抒發一些關於你和你喜歡的人 一起去過某個地方 某些的回憶 或者是你今次和下次 同一個地方 但是兩個不同的人已經不同了 但是那個感覺是多複雜呢 可以透過這些故事去說這種感覺 即是你自己的故事 我的朋友的故事 通常都是說朋友的 通常都有這些 不過其實剛才Jim所說的 我們現在真的很少寫信 不要說寫信 寫字都少 絕對 但是那種拿著封信 因為那個文字 加了很多自己的想像力去看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很獨特的感覺 現在Facebook又有相片 有很多即時可以跟他聊天 即是文字上的聊天 直播也有 直播也有 反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好像拉近了 但其實又不是 其實反而是多了 有些人看得太清楚了 反而覺得少了一些想像空間 就令事情沒有那麼漂亮 還有如果有一個收信經驗 或者收過一些朋友在外國幾番的Postcard的話 那封信 那張紙和那支筆 其實它經歷過一些空間和一些時間 你收到之後 你會有些開信箱拿到那個信 望在原來一段時間之前 那個感覺 那種期待感又是另一個感受 很難說透過現在的媒體 都拿到相同的感受 是很有趣的 我第一聽說北京有一間速遞公司 它是有一個服務 就是你可以寄信給十年後的自己 有很多的 其實很多年前我們看《多拉A夢》也有說 時間狼 你可以寄信給自己 那種自己對於 一時我們大家那個人與人之間太快了 反而少了思考空間 少了互相去想對方的那種很微妙的感覺 反而會少了 是的 也是的 又一個關於類似的故事 差不多十年前我們又有一個老鬼show 近來因為這件事我又拿回一些信來看 原來我真的剛剛經歷了十年前 寫封自己信的東西 原來那時候說的東西和現在又不同 那時候想著現在是這樣 其實又不是那回事 想法做法都不同了 都不同了 那故事那套劇其實都 由最開始到最結尾 其實整件事又經歷了二十年的日子 那裏面的主角不同的角色演變 我希望都是有些人的一些提法和經歷 是的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有時候除了寫信之外 編劇的朋友會知道 我以前寫這些東西 這個絕對會 是的 即是你劇本自己當時做的時候覺得很好 但是你再做的時候 其實思維變得不同了 即是另一次的時候 就覺得原來劇本一樣 原來是我自己成長了 已經不同了 所以再看也會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正如你們 一班同學 大家一起去搞戲 當然在學校的時候 資源都是缺乏的 但是可能大家都是年輕 比較能夠那個次節的感覺會大些 現在可能在社會上 一段時間的打滾 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們都要搞了 我們都要搞了 還未搞但是還未搞 現在資源也是少的 也是一樣的 都是緊缺的 不過剛才阿占也有說 一次製作的意思就是 我們自己搞劇朋友都一定知道 其實集合一班人 可以抽幾個月出來 那麼忙我 那麼躺身做一件事 是很難得的 感恩 我們都是 可以聚在一起 一次又如何 一次已經是足夠 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可以是 有些人都是想著 今次做的時候 已經在想著 下一次 在想著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想著 我們在當下的時候 我們要做好現在的事情 我們做好現在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我們就只當是一次 是 另外關於那個戲的小少爺 就是 都講遊記的 因為其實現在特別這幾年 看到很多朋友都 三百六十五天都去旅行 差不多 特別在Facebook看到 這個又飛 那個又打卡機場 是 每天都拍著那個板 去哪裏 去哪裏 有 我自己去一餐旅行 都有寫遊記的習慣 我覺得每個地方 你都有一些記憶 當然照片可能是一個記憶 影片是一個記憶 但是文字的東西 可能是有些內心的東西 可以記低的 會看看 其實如果這班朋友 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想些什麼呢 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這一刻 除了看到很讚嘆 很美麗的東西 很好吃之外 有沒有一些人 或者有些事 你想一起分享的呢 這個也是這套戲 其中一個點 剛才阿謙說的 很重要 就是分享 我們去很多地方 其實我們在Facebook 都是分享 大家要分享 好像搞戲一樣 我們創作 要和大家分享 要和大家分享 還不是在觀眾之前 要和團隊 我們要做 我們要溝通多些 令到我們的默契 默契很好 所以在搞戲 認識的朋友 大家一起去奮鬥 或者一起傻過的人 是特別的 是很特別的 這種要求而很特別 而且也挺有趣的 開頭創作的時候 例如我 Owen 另外也有一些朋友 一起給了一些意見 因為這套戲是講愛情的 事情也挺肉麻的 一群男生有時候 在講這些事情 還有 有時候要說一些真話 你才會有那種感動 就不是講朋友的事情 對 那時候你那個 不是現在那個 拿高肚皮被人看 對 那種坦白又挺有趣的 是一件事 當然這套戲 除了自己發覺 要寫 自己的東西是不夠寫的 那我就出賣一些朋友 拿一些朋友的經歷 所以 某些朋友 我都特別邀請他們看 我說可能 有你跟我說的那些事情 上次 打完鞭爐那些事情 我讓他們回去 是 不過 有一群大男孩 在一起 但也沒關係 有位 漂亮的女監製 都是吸引 不是 一群馬佬在聊的時候 有調劑一下 會比較好 是嗎 是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是 問 show的事情 都是問他們 你又覺得 其實感情的事情 大家去談的時候 你有沒有捐出來 我就比較少 其實我 你比較少捐出來 本身你很多 本身就很幸福 本身就很多 是 本身都很幸福 對 分幸福的事情 對 分幸福的事情 分幸福的事情 要殺命 對 看看我給他們一些靈感 對 衝擊一下 真的 太疲憐了 我自己躲在房間裡 突然有東西死了 因為這種衝擊 突然很傷心 對 很多不同的感覺 要調劑一下 每一個團體都是 每一個群體都是 都需要有不同的衝擊 Wivian 你和他們都是同學 都是在他們這班 搞戲的這一團火裡面 這次你是做監製 你又會覺得 這次的做 以及以往的合作 在年青的那團火的合作 以及這次的 比較燒得旺 打邊爐的火 你又會覺得 當中的成長 大家當中的成長 你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 其實去年都 有復出回來 搞一個show 跟他們幾個 跟阿詹阿奧雲都有份 其實自己還是很多事情 還未掌握得到 可能扔下了drama 一段時間 又再撿出來 又轉了我 第二個post 我也是去年第一次做監製 今次第二次 會比之前更加了解 需要做些什麼 角色是些什麼 可以進步 還有 上年搞完 今年再搞 但是人們 可能完全不同了 而且年齡差距也有不同 都需要時間去磨合 很多時間都 就是要了解 現在時下年青人 是怎樣做法 我們以前的做法 又會有沒有什麼 新的火花 可以出到 都幾 都幾開心 可以 跟這麼多 認識了這麼久的朋友 一起去合作 做這個show 今次主力的班底 都是拍檔過 有沒有一些比較新的 有些未拍過 有些未拍過 有些是現在 我們都嘗試有不同的衝擊 是另一件事 除了我們也是 以前在理工劇社 出來的一群老鬼 我們都找了一些新的 還在讀大學的朋友 來幫忙做演員 我們都有一些不同的 外面做設計的設計師 去幫我們做一些 衣服的設計 都希望除了 有固有很合拍的班底 都會有一個 新的衝擊 新的火花 反正會用一些新的角度 去看整件事 是 有時搞演出 這些就是很吸引的地方 可能 日後上班 會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晚上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是各自的角色 就變成了一群人 是 講得剛剛好 Vivian做了一個很好的作用 就是 很有凝聚力 整件事 大家有很多事情想 大家有很多事情做的時候 他又把大家拉回一起 去看表演的終點 我們要向哪個方法去做 是 所以他剛才也說 我們一撐開了 他們會撐回來 他們會撐回來 很重要的 有時候 我們量度 都是 去到天花龍鳳 飛去外太空 總有一個人 就會這樣拉回我們 下來 喂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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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整整馬出來 沒有錢 始終是另一種想法 怎麼可以用沒有錢的空間去做這種事 不過所以舞台這個空間也是很吸引的地方 大家都看來很有限的空間 其實我們可以做到很多無限的想像 做我們想要做的事 是的 那也分享一下 其實 剛好這個表演開始之前 我又去了一個旅行 又去拿靈感 去了台中 發覺原來 其他地方的小劇場發展都不錯 可以看看有沒有一些元素可以拿回來 因為其他地方的劇場 未必是在一個室內的空間 未必是一個真是我們叫黑客劇場 或者一個真是要預約的劇場 可能是一個村的裏面或一個 或者是丟棄的貨倉 一些這樣的地方 他們都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東西 試不同的東西 這個也是一個很刺激到我去想法的方向 是的 不過其實也是 其實我們香港經常都說 可能我們很多大的劇場 其實都是在政府那裡 其實近年我們新興了很多不同的表演的地方 黑客劇場 其實我們看回台灣 或者澳門 這些比較鄰近的地方 其實可能他們的硬件 都可能同樣比我們再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們反而在有限的空間 我們就盡量將這件事去做好 其實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大家都感覺到這幾年的社會氣氛 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在裡面 其實小劇場也好 或者其他不同的文化藝術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表達的方法 都是去透過這件事 可能有不同人的聲音 或者是 我說了出來之後 其他人有 echo 我看法可能又未必正確 你透過一部劇 或者透過一些表演 其實是一種分享方式 小劇場對於每個地方的發展 其實都有它的用途 是 反而沒有了傳統鏡框舞台 大家的那種抽離 反而是大家的距離近了 會大家的呼吸很同步 我想做過小劇場的朋友都會明白 或者他們真的去跟觀眾溝通 這件事也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東西 還有也是一個很開發的課題 因為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香港人會看爛了 即是覺得我給了錢 就要有那個質素的東西 那個質素的音響 要有3D效果 你給100多元就要 但是劇場很多時候是沒有的 一個想像空隱 有時候基本上 你連造車也沒有可能在裡面做出來 但是怎麼用大家的想像 怎麼用一些演員 怎麼用我們緊絕的東西 去做出那個效果 其實都發掘了其他不同的東西 大家 大家群職群力去做一件事 大家這樣去請假 或者做一些通宵特彈去做的事情 年輕的時候做很多 但是現在做少一點 但是都是這樣做 要保持著 可能有團火去做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有很多藉口 一個人很容易有藉口 我怎樣怎樣不做 或者怎樣放棄 放棄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有時候怎樣去做這件事 或者怎樣去挑戰這個困難 就是一件很值得去發掘的課題 因為有些事情就是你越難得到 其實才越值得去得到 值得去珍惜 那件事 會在奮鬥當中獲得的東西 也不是自己獲得的 是群體的 大家一起合作 合作去做出來的東西 是的 還有試一下大家的能耐又去到哪裏 就是有時候大家看看 大家的忍耐又去到哪裏 不行 今天真的只剩下10分鐘排氣 但是怎樣可以做到 試一下儘量試不同的台位 試一下不同的效果 試一下不同的對白 都是挺有趣的 就是看回那時候 我想現在都是一個將來的記憶 那現在 今天做的事情 我想大家可能10年後 有一段時間看回 都會很值得一提的 正如以前在大學搞戲的時候 和現在搞戲的時候 當然那個 可能資源都是這樣 都是好了 但是其實辛苦沒有減到的 其實都是給了那麼多心思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搞小劇場 小劇場就少很多東西煩 其實不是的 我們所用的心機 所用的人力物力 其實是沒有減到的 反而還是少些人 還要做多些東西 不過反過來說 不辛苦也不記得的 如果有些東西太輕鬆的話 吃飯唱卡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我們一班人 最好的活動就是搞個秀 很難得就是有些新的 其實我們有些新的演員 都是剛剛還在讀書 反而他們給我們的衝擊都不少 他們有他們的態度 他們有他們的做事方式 有時候是否我們慢了 還是他們太快呢 你會再拿個新的平衡去 發現原來這件事有其他的演繹方式 很有趣喔 他們的笑位跟我們是不同的 對 他們在排戲的時候 他們的笑位是 為什麼這裡你覺得好笑 然後我想著這個位置你會笑 看不明白 那時候沒有什麼大事 對 大家是代溝 代溝也是一個溝通方式 都是溝的 都是溝的一種 可能溝迴一些 沒有那麼直接 是 現在的表演就快要見觀眾了 你們又覺得 希望觀眾能夠感受到些什麼 演員又可以說 演員身份 OK 我覺得其實分為兩個劇目 兩個劇目可能給人的感覺會有些不同 我自己編的《失雲認領》 希望給觀眾一種感覺就是 靈異的事情其實未必是可怕 其實有時候靈異的事情 可能是一些啟示 我和《失雲認領》的導演 他叫小強 都是一些比較喜歡研究 超自然的事情 其實我們大家都會有一種想法 其實就是 你遇到靈異事件 其實是一些啟示 又或者是一些 我們俗稱所謂的 你的《 higher self》 是想給你的一些訊息 其實 所以我覺得大家 有時候 可能中國人社會 對於鬼魂這些事情很忌諱 其實有時候 大家只要明白 其實只不過是一些不同的念 就是我們佛家所說的念 我們明白了那件事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很害怕 所以 可能透過一個靈異的事件 其實 最後也是想帶出阿詹本身 想說的 其實是一些親情 一些愛 大家如果拿到這個訊息的話 我身為編劇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希望做到這件事 到《十日遊記》 我轉了個角色 就是我做演員 裡面 剛才阿詹說了很多 透過一些信件 去傳遞一些 比較 比較柔軟的愛情 其實 我想 其實 我身為演員 看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種 是一種付出 你到底為愛情可以付出多少 可能那件事是沒有回報的 可能有些事情 你自己試過境遷 可能只是一段回憶 但是 就是你為愛可不可以做到這一步呢 那麼 這個社會 現在已經是很多人很根根計較 有些事情要說束縛 要說回報 可能真的 認識一個女生 都真的 不說那麼多 就要馬上追到 那到底你可以 為了愛情 你可以成為一個多麼有耐性的人呢 那我自己 我覺得希望觀眾反思到這件事 是的 就是 又是 在這個劇本很創作的 開頭 跟其他的朋友出去 又是吃飯喝東西 坐完一邊就說 他就說大家的愛情的故事 那麼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又在做什麼 他說 我跟你也是一個 在樹底等兔子的一個人 我說什麼事 他說 有時候 愛情的出現就好像等一兔子 那你等到 等他撞上牆死了 那你就有兔子吃 那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 我說你還等 你不出手 他說 我覺得要再等一下 那麼 兩個馬佬在街上 吹這些水 其實都挺肉麻的 但是就想試一下 有沒有一些方法 就是這樣 用這些肉麻的東西 丟進去 那個故事裡 因為可能你老了 都不會說這些 是的 這個很獨特 很獨特的情況 有時候真的是 這些叫做 麻痹的對答 這些 是的 當然你們都在馬路坐了這麼久 你們都發覺沒有兔子 沒有兔子 人都不多個 人都不多個 所以 就真的正如你們的名字一樣 一次製作 我們把握當下 去做一些 我們應該做 值得去做的事 我經常都在節目上 都是這樣說的 我們做事 不是因為那件事 容易讓我們做 是因為那件事 應該做 我們就去做 所以有一件事 我們大家很應該做的 就是我們要買票 看這個 一次製作的十日遊記 什麼時候可以做 好 讓我先說一下 這些正經事 我們通常都要監製說 那我們就11月6日至8日 是星期五至日 我們總共有四場 那就 在牛市灣文魚中心的文魚廳 在牛市灣文魚中心 文魚廳 現在已經開了票房 大家就要把握這個機會 每一次都是一次 是的 那我們就去看一次製作 是的 那你想選哪一場呢 那個場只有一次 是的 是的 或者你可以看四次都可以 就算你看四次 每一次都是一次去看 下一次要看 和另一次去看 是的 四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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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希望一次製作 接下來 不要一次 多點另一次 下一次 再一次的事情 可以讓我們更加多去看到你們的作品 要多點觀眾的支持才行 是的 所以大家就要多點支持 給多點鼓勵 給多點意見 香港的製作 我們本土製作 其實有很多製作得很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不知道 反而我們要給多點鼓勵 令到他們再成長一些 或者我們再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不要只看來看來看去到那些 是的 大家的意見很重要 所以真的要入場看完才能給到意見 這件事 是的 所以每日的每一場都有些不同的驚喜 給你們 會的 會的 所以我們同時 初上舞台的人經常都會說 你接觸到觀眾 你看到觀眾 觀眾會教你很多東西 其實是這樣的 大家正在上課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在舞台上的優越感很強 其實不是 我們都是很虛心地去跟觀眾的接觸 希望他們都可以 有多點他們的反應給我們 令到我們覺得 可以令到下一次的製作更加好 可以給到我們一些不同的視覺 看戲也是 我們有一個角度 不是 可能我是有另一些其他角度 可能會刺激到其他的製作 令到整個劇團可以有更加好的走向 所以我們真的要多看一些不同的作品 去多看一些不同的創作的東西 大家互相交流的一種 可能進去 有時候我們現在的創作 也有時候是 因為有些朋友看了某個表演 大家不如下次一起玩 就有這些新的組合出現 是的 亦都在不同的班底 今次大家可以合作 另一次又有不同的班底合作 其實真的可以令到那個圈子 不會覺得我們很少的圈子 我們會多一點去吸納 當然有很重要的一環就是觀眾 多一點觀眾去入劇場 去支持本土的創作 好的 多謝三位嘉賓 希望接下來的演出 一切順利Good Show 好Good Show 多謝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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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廢話 廢話 快來